作为中国的四大神秘古墓 存在不敢挖 也不能挖 甚至连挖都挖不动 一个找不到还有一个在水底的深处 就算是考古界的专业人士 对于这四座墓 暂时也只能是望墓星探 而其中最有名的埋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陵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 很多人存在相当大的疑问 因为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 不就是秦始皇墓葬吗 那为什么存在不敢挖的说法 首先 兵马俑坑只是整个离山秦始皇陵里面相当小的一部分 当年秦始皇在去世后 动用了七十万囚徒 为自己修建陵墓 并且 把整个大秦帝国的宝藏都放置在自己的陵墓里面 根据史记的记载 秦始皇帝公用水银模仿天下河流的走势 用人鱼的鱼游做万年长明灯 整个秦始皇陵的入口和地宫 虽然已经在现代的各种工具的帮忙下 有了一个范围和形制 并且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因为离山脚下一个农民的挖井 意外地发现了震惊整个世界的兵马俑 但是之前有过挖掘万历皇帝的定灵 导致文物遭到损失的历史教训存在 因此 考古界不敢贸然挖掘秦始皇陵墓 在墓前的测绘中 秦始皇陵的面积相当于七十八个故宫的战地面积 并且封土内部 存在极强的拱含量 而这超强的拱含量 对于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载的 秦始皇陵墓里面的水银河流 有着一定的佐证性 但是受制于目前的科学技术 贸然打开地宫 对于相关的文物肯定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此 目前对于秦始皇陵肯定是采取不发掘的定性 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管中窥豹可见一般 从兵马俑倒推秦始皇陵墓内部的豪华 第二大墓 挖不动 所谓的挖不动 就是武则天和李治合葬的乾陵 在唐朝末年的混乱中 军阀温韬盗掘了唐朝所有皇帝的墓葬 但是唯独啃不下这座乾陵 而在温韬之前 农民骑军领袖皇朝 在进入长安之后 就带着四十万人前去挖掘乾陵 这四十万人因为挖掘方向的错误 导致皇朝压根连乾隆的墓道口在哪里都找不到 因此 只能信信而去 等到了民国时期 陕西军阀孙连仲在听说了孙殿英的伟大事迹后 于是准备效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的借口挖掘乾隆 孙连仲的办法还是比较直接的 直接用上了炸药 但是同样因为方向错误 也只能败幸而归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因为在乾陵山脚下去时修路 才意外的炸出了乾陵的墓道 这个时候 相关的考古方面的学者 才想到乾隆为什么能在被屡次盗掘过程之中 还是完好无损 因为唐朝在李治和武则天统治的时期 唐朝处于国力的巅峰 因此对于修建自己的陵墓还是比较考究的 在乾隆的修建过程中 一共用掉了八千多块人工雕刻的巨大条石 条石直接严丝合缝 最后用铁水浇灌 之后随着岁月的变化 和周围的山体融为了一体 因此 对于如此体量的乾陵 哪怕是皇朝 温涛之流 也只能望而心探 第三个旗墓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墓 所谓的找不到 当年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旗 踏遍了亚欧大陆 被称之为上帝之边 并且 在成吉思汗的四处征伐的过程中 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掠夺 其相关的数量和规模肯定是十分庞大的 并且 在自己去世之后 成吉思汗肯定携带一定数量的财宝 作为自己的随葬品 而前面说的陵墓 无论是秦始皇陵还是乾隆 都是目前已经探明未至 甚至是旅游风景区 但是成吉思汗的墓葬 位于什么地方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可能有内蒙古的朋友会说 成吉思汗的墓葬不是就在厄尔多斯吗 但是实际上 厄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墓 只是其儿子为成吉思汗修建的一座衣冠中 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 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 其后人把认为成吉思汗灵魂的附属物 也就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一撮骆驼锚 放入位于厄尔多斯的陵墓之中 因此 每年来厄尔多斯参观或者祭拜的人群 所接触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中 流传较广的说法是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 把自己秘密埋葬在草原深处 然后用万马踏平草地 最后拉来一大一小两只骆驼 把小骆驼杀掉 使得老骆驼记得自己子嗣死亡的地点 每年在祭拜的过程中 由那只老骆驼带路 寻找到相关的地点 当然 随着元朝的灭亡 成吉思汗的陵墓位置也成为了谜题 最后一座骆墓就是位于周庄水底的沈万三墓 除了埋葬在泥土里面之外 墓主人沈万三的身份也十分特殊 为明朝的首富 当年朱元璋修建南京的时候 为了讨好朱元璋 沈万三出钱帮助朱元璋修建城墙 但是马屁却拍在马腿上 因为朱元璋讨厌商人阶级 于是沈万三遭到了冲军 在云南老死后 沈万三知道自己生前过于高调 并且和皇帝结下了梁子 于是在自己的发家之地 修建了一座水底的墓葬 来保持自己身后室的清静 并且 沈万三还在云南设置了一座假墓 来迷惑周围人 以上就是中国的四大棋墓 在挖掘完定灵后 中国不再主动挖掘灵墓 不出意外 这四座棋墓 依旧能保留下去